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迪丽热巴接连拍摄 状态疲惫 新剧和男主的造型都被吐槽 在粉丝们的不断催促下 迪丽热巴终于开始拍新剧了 最近他和陈兴旭一起主演的新剧 《鸟起青壤》已经官宣 并且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呢 这部剧官宣前有点小意外 原本选好的男演员 因为迪丽热巴的粉丝不喜欢 就没能演成 现在换了新的男主角陈兴旭 大家都挺满意的 迪丽热巴的粉丝觉得 如果他跟陈兴旭合作 那他肯定能当女主 这样大家也都满意 主要是因为啊 他们俩都属于那种颜值很高的类型 大家都爱看 目前来看 拍摄的效果真是挺好的 大家都挺满意的 那两个人一起拍的时候 CP感简直爆棚 特别般配 从气势上来说 陈兴旭和迪丽热巴真的不相上下 两人都很厉害 路透照一出来 网友们都发现迪丽热巴好像有点累 看他的路透照 明显感觉状态不太好 可能是最近一直在忙着拍戏 没休息好吧 一直关注他的网友也说 他这段时间真的很忙 一直在连拍 其实吧 有些粉丝也说了 迪丽热巴这场戏就是要表现出疲惫的样子 为了更像戏里的角色 他才特地弄了那样的造型和状态 这样一看 他的表演还挺真实的 大家还都挺在意 剧里男女主角的打扮的 记得迪丽热巴的路透图刚出来的时候 网友们就觉得他的造型没显出他的优点 看着跟书里描写的女主角也不太像 迪丽热巴长得真好看 就算路透里他穿了件不太合身的黑白格子大衣 大家也都觉得挺好看的 主要还是因为热巴长得太美了 大家都觉得这套衣服也挺适合他的 最近大家是不是经常看到陈兴旭的路透照啊 陈兴旭这长相确实没得挑 很高 古装 现代装都能 保住 每次都能完美驾驭各种造型 真是厉害 新剧里陈兴旭的造型有点让人失望啊 特别是他穿的那套衣服 男主角选了深黄色的套装 但这么穿真的没显出他的好身材 这部新剧其实并不是大家平时看的那种现代剧 所以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 别太纠结于演员们的服装和造型啦 多关注剧情和表演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